M109系列自行火炮已经在美军服役了半个多世纪 作为1992年的改进型 M109A6也已经面世了29年 显然不是台当局的最佳选择 台军却表现得非常兴奋 这背后有哪些不能说的秘密呢 我们来看 首先是家底太薄有苦难言 2020年11月在台所谓立法院质询中 台军有关将领表示 陆军有2000辆左右 服役超过30年的装甲作战平台 计划2035年淘汰更新其中的50% 据统计台军目前装备有1600云门野战火炮 超过80%都是服役超过40年的老旧火炮 此次获得的40门M109A6单车售价 就2019年申请时上浮了44% 按此价格 台军最初计划投入的300亿新台币 仅能采购70门 可谓是杯水车型 再来看 定位不准 自我陶醉 同新一代同级自行火炮相比 M109A6最大射程短30%左右 最高射速和持续射速分别低25%和50%多 在美军强大的空中力量支援和掩护之下 这些缺陷并不明显 但对于将其作为主要火力支援 和压制平台的台军而言 这种打击范围和火力密度就是硬伤 此外 M109A6为了减重削弱了防护力 权重只有德国PZH2000自行火炮的一半左右 便于装计美军运输机 而台军恰恰需要单一作战平台的强大防护力 保证在缺乏野战防空力量的情况下的生存概率 最后 领导偏好促成交易 早在2017年 岛内媒体就传出 台军计划采购M109A6自行火炮和M777牵引式榴弹炮 但一直未能获得防务预算的优先权 陆军装甲兵系统出身的延德发 出任台当局防务部门领导之后 采购火炮的脚步明显加快 今年2月 接任延德发的邱伯正同为陆军官校装甲兵科毕业 交易更是迅速达成 无独有偶 此前出身空军的将领出任台所谓参谋总长后 F16V型战斗机的升级与增构成为了发展重点 出身潜艇部队的将领任所谓海军司令后 即将发展重心 变成了V型潜艇